同學對於上上個禮拜所提到的有沒有什麼不清楚呢? 或有意見? 我們上個禮拜來看 我們說英國當時呢 他是基於他有龐大的海外的大英國協成員的資源 所以他沒有要加進歐盟嘛 對不對 好 那問題什麼? 同學看到沒有? 他也本來一開始也不看好德國法國啊 他們這個煤鋼聯銀可以運作的不錯 其實同學注意看大概到1960年代呢 其實什麼? 德國當然也從戰後的慘敗陸陸續續發展起來 那其他歐洲的這些周邊國家呢 在這個煤鋼聯銀之下呢 因為彼此的敵意各方面 透過這種煤鋼聯銀的建構呢 彼此的敵意基本上是降低了嘛 大家對於德國人雖然很痛恨 但是什麼? 也務實地面對什麼? 大家一起共同發展經濟嘛 才能夠趕快從戰後的這個廢墟的情況之下擺脫 好 所以其實同學注意看啊 大概在1960年代呢 其實就已經有具體的成果了 所以呢 英國他們這些什麼? 不在裡面的這些國家呢 就想到要自己成立什麼? 一個歐洲自由貿易區 同學看到沒有? 那歐洲自由貿易區呢 不是不可以 當然也可以 但是同學注意看啊 不僅那個時候 甚至今天全世界同學大概都有注意到嘛 陸陸續續好多地方都成立什麼? 區域的什麼? 經貿合作組織嘛 對不對? 那但是成功與否因素很多 但是裡面最根本的一個關鍵因素就是什麼? 有沒有地理的臨近性啊 是不是大家都在隔壁啊? 對不對? 如果都在隔壁的話 各種基礎建設的什麼? 建構或者是也不要基礎建設好了 舉例來講 那你的東西呢? 賣到我這個地方來 同學看到沒有? 因為零關稅 所以你運過來呢 你就在隔壁嘛 運過來 運費是不是也便宜? 然後又零關稅了 所以你感受的到什麼? 這個影響力是存在的 對不對? 那同學有沒有注意到啊? 你英國丹麥挪威 同學注意看英國 英國這個國家呢 當然非常特別啊 它算是歐洲國家 但是它的地理位置 同學注意看 卻是孤懸在大西洋上 跟周邊所有的國家都是什麼? 隔著海嘛 對不對? 所以它本身和周邊談合作呢 純就地理條件來看呢 就是有局限性 別的不說好了 舉例來講 今天我們說 英國和法國下面有通的那個什麼? 海底隧道的什麼? 歐洲之心 對不對? 那是突破萬難以後什麼? 才蓋的對不對? 那但是舉例來講 你今天英國要脫歐啦 脫歐之後很現實的什麼? 別的不說好了 當然歐洲之心不會拆掉 但是什麼? 立即面臨到的就是什麼? 歐洲之心要簡單 因為你的效益 你英國的效益 對我們來講 需求量沒那麼大啦 對不對? 你英國人原來什麼? 做歐洲之心 每天到布魯塞爾 或者是到法國 或者到其他歐洲國家去上班 你可以當天來回 對不對? 好不容易大家突破了這個第五限制 但是現在自己要退出去嘛 那好 那當時呢 同學注意看完沒有 因為當時海底隧道這方面的科技 還不存在嘛 對不對? 所以呢 同學注意看 英國孤懸海外 丹麥、挪威 大概基本上是什麼? 北歐國家 那你奧地利呢? 又是中歐國家 中間隔著德國 比利時、荷蘭、盧森堡 對不對? 所以就等於說 你們雖然組織自由貿易區 別的不說好了 你貨物的流通 你從奧地利的東西 要賣到丹麥 固然不錯 可能丹麥給你零關稅 但是你的交通呢? 你從奧地利一直要經過德國 又經過比利時上的上去 你的交通有沒有比較便宜? 而且你進到德國 你要關稅啊 看到沒有? 所以這個地利呢 位置決定了什麼? 這個歐洲什麼? 自由貿易區呢? 要想取得成果 老實不敢說 絕對不行 但是最起碼什麼? 時間被迫要拉長 大家要慢慢消化啊 對不對? 但是你再怎麼樣消化你的這個 發展進程 你這個地理位置就已經告訴你了 什麼? 你的成本 任何貨物的成本 不可能降到太低嘛 對不對? 你可能彼此之間給零關稅 但是你的運輸成本降不下來啊 而且中間經過那麼多國家 照樣各種費用還是要繳啊 對不對? 所以變成說你什麼? 你跟人家這個歐盟裡面 彼此都有寧靜性的這些國家比起來呢 你的東西的競爭力還是有限 可能你還是物美 但是價不連啊 看到沒有? 所以競爭力相對什麼? 還是差一些嘛 所以同學注意到這個情況 那我們今天全世界都一樣 談區域合作 或者是談什麼? 自由貿易區 同學注意看 現階段大家什麼? 都理解到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嘛 所以大概基本上都是先從什麼? 周邊國家開始 因為你這樣子你才什麼? 比較有具體的什麼? 利潤可言啊 好那接著我們再來看 我們說梅崗聯營既然到1960年代 大家就已經注意到是滿有成果的 對不對? 剛才講到啦 關稅彼此的關稅 陸陸續續下降 對不對? 人員也陸陸續開始什麼? 自由流動 那這個時候呢 你們有注意看到沒有? 在1973年的時候呢 英國丹麥他們什麼? 這一處剛才講的自由貿易區 要加入歐盟 因為歐盟這個時候已經從 煤崗聯營發展 往上升級變成一個共同體 因為煤崗聯營 一開始大家只處理煤和鋼嘛 對不對? 我們一起來開發德國的煤和鋼 這幾個國家成立這相關的公司嘛 對不對? 大家互相都賺錢 那產生互利關係以後 當然會要求往上升級嘛 對不對? 那往上升級了之後呢 變成共同體了以後 意味著就是關稅啊 什麼這些陸陸續續 就要開始什麼 趨近到零啦 好 那這個時候對於剛才講的 歐洲自由貿易區呢 就有壓力 那這是內部的壓力 那外部的壓力呢 你們看了沒有 英國丹麥還有愛爾萊 因為我們知道丹麥就在什麼 德國上面 丹麥的老百姓啊 因為丹麥還沒加入歐盟的時候什麼 丹麥的老百姓大概啊 週末 或者是我們台灣講的連續假日呢 大概都趕快開車到德國什麼 來購物 我來了以後 把這下面這一個禮拜 需要用的東西統統買了 買回去 那可以想見什麼 丹麥的物價是比德國這邊 因為你丹麥沒有在這裡面啊 所以你丹麥的物價就比這邊高很多啊 看到沒有 所以變成什麼 那大家就要趕快到這邊來買東西啦 所以同學注意到 人不管是哪一國人都一樣 對於物美價廉的東西 它都是一定是跟過去的嘛 對不對 哪個地方有物美價廉的東西 人潮就會往那邊跑嘛 那同樣的人潮往那邊跑 前潮是不是也往那邊跑啊 金流人流就都往那邊跑啦 對不對 所以這是內部的壓力之下什麼 英國丹麥艾爾蘭什麼 它就也想往這邊走 那英國我們這堂課一開始不是說 英國很驕傲啊 我光榮孤立啊不是嗎 對不對 我光榮孤立是因為我海外有龐大的大英國協啊 同學注意看大英國協啊 到今天這些海外還是存在 只是說彼此的關聯性比較鬆了一些 但是還是存在的喔 所以同學注意看到沒有 那但是同學注意看 1973年英國正式加入啊 但是之前英國申請了不止一次啊 那當時一開始就被當時法國的戴高樂打回票嘛 對不對啊 那後來為什麼英國擠破頭也要擠進來呢 其實同學注意看啊 當然一方面剛內部的原因 歐洲內部的原因提了 那外部的原因呢 就是什麼 英國和法國我們知道什麼 這兩個老牌的什麼 殖民國家嘛 別的不說 他們歐洲下面的非洲 還有旁邊的中東 不都是法國和英國在競爭殖民地嗎 對不對 所以他們彼此競爭很厲害 原來就競爭很厲害 再加上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 美國什麼啊 正式的什麼啊 變成全球的兩個大國之一 他也在搶奪啊 他也在搶奪什麼啊 海外的影響區啊 因為美國說我沒有要殖民你們喔 對不對 那但是他搶奪什麼啊 在這個地方的影響力啊 對不對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什麼啊 英國什麼啊 四面楚歌嘛 對不對 而且我們這一堂一課 一開始不是就提到過嗎 丘吉爾告訴 戰後就告訴英國人 要面對的就是什麼 我們英國的實力走下坡了 所以呢 我們英國永遠要和強者走在一起 那當時的強者就是美國嘛 對不對 那丘吉爾也提醒英國人喔 我們英國要死抓著美國不放 但是也必須理解 美國人不需要我們 看到沒有 也就是說你英國和法國 日本人注意看 英國一開始不願意加入 這個煤缸黏影嘛 除了海外大英國協之外 他和美國走在一起 把當然美國也把英國當作什麼 他在歐盟的代言人 代理人 對不對 那英國呢也因為什麼 欸我夾著美國的力量啊 在歐洲這邊什麼啊 在一定程度上耀武揚威啊 對不對 所以同樣看到是這種關係 那但是到了60年代的時候呢 英國發覺什麼啊 美國的確不把它看在眼裡 就等於說他當年的海外殖民地呢 是美國也搶 是法國也搶 對不對 那你跟法國打的時候呢 那這時候歐洲很多國家都已經和法國結盟啊 煤缸聯營啊 那後來的共同體啊 對不對 所以這些什麼 人家是挺法國也不挺你啊 對不對 那美國喊你搶啊 對不對 所以變成說英國當時什麼 就很務實的研判到什麼 我雖然頂了一個大英國協 但是什麼 欸這個影響力在鬆動中 那我門前的這個歐洲聯盟呢 卻什麼啊 不斷地在發展 我如果不加進去的話呢 那恐怕什麼 我的影響力什麼 在內外夾擊之下什麼 會陸陸續續的崩跌的 所以同學看到沒有 在1970年代什麼 英國丹麥還有愛爾蘭 那愛爾蘭呢 同學注意看 他也是孤懸海外 那但是什麼 同學注意看 阿爾蘭是以什麼 純舊文明還有宗教來講 他是天主教文化影響區 所以呢 你們要注意看到沒有 他本身呢 我們知道英國 今天的英國什麼 我們說什麼 United Kingdom 對不對 United Kingdom裡面 有一部分是北岸 愛爾蘭 愛爾蘭 你們注意看 愛爾蘭是這麼一大塊 但是它的北部什麼 我們說大英國 大英帝國還有什麼 附屬加上北愛爾蘭 對不對 那北愛這一塊地區呢 它裡面也有什麼 比較激進的天主教 就是這一群人啊 那甚至當然他們其實不願意什麼 因為我們知道英國在這個宗教 這個英國女王 當時的英國女王和教皇對立 然後引爆了後來的什麼工業革命啊 英國的確什麼影響力大增 但是英國呢 從此變成什麼 新教國家 就是我們在台灣 又把它翻成為基督教國家 所以對於愛爾蘭呢 北愛這一部分呢 當時被英國拿走嘛 那但是裡面激進的什麼 天主教勢力呢 他主張用武力推翻英國 或者說把英國的影響力趕走嘛 對不對 那其他愛爾蘭這邊呢 是天主教文化影響區 但是相對溫和 那但是什麼 當然也不希望什麼 英國的影響力繼續在英國 愛爾蘭擴大呀 對不對 所以他呢 也陸陸續續什麼 申請什麼 加入歐盟 那好 那這些呢 加進來了以後 在1970年代 加進來了以後呢 可能要注意看 大家做貿易 人力物力什麼 都自由流通了以後呢 那就很務實的 面對到一個問題 做貿易呢 大家怎麼每天 用的貨幣一大堆嘛 對不對 你是德國人 你用馬克 你是法國人 你用法郎 對不對 反正每天大家都 面對到的就是什麼 貨幣市場的交易的波動嘛 就像我們台灣每天什麼 中央銀行什麼 他都每天要盯著什麼 外國的貨幣 對不對 是漲是跌 然後跟我們台幣 到底有多少的比例的什麼 漲幅跌幅嘛 對不對 這個確立了以後 我們台灣的商人什麼 才知道自己每天出口賣的東西 要抵算成多少塊美金 多少塊歐元 對不對 那同樣的 當時呢 在70年代的歐洲呢 他們也面臨到這個問題啊 我們大家一天到晚 現在做貿易那麼頻繁啦 對不對 那但是我們還是受困於 每天什麼 都要看萬匯市場的交易 貨幣的漲幅跌幅 來決定我們這些東西的價錢嘛 對不對 那所以就等於說 其實也是一個什麼 每天都有風險 每天都有負擔 對不對 所以同樣注意看 歐元是在1990年代出現的 對不對 但是在1970年代呢 同樣注意看 在布萊梅德國 布萊梅召開會議的時候呢 歐洲他們這些會員國 就理解到什麼 我們一定啊 之前當然就討論1978年確立 也就是說 我們舉例來講 十個會員國的話 那就是十個貨幣啊 每天在那邊算帳幅跌幅嘛 對不對 那做生意就是比較複雜一點啊 那個成本我想便宜一點都便宜不下來 因為會每天在波動嘛 對不對啊 所以呢 當時就已經有了歐元的概念 但是什麼 從零到真正發行歐元給大家使用 不可能這麼快嘛 它需要一個過渡期來調整這十幾個 那當然現在二十八個這個會員國的什麼 貨幣啊 你要 因為同樣注意看 我們發行鈔票不是隨便印就行了 對不對 你這個貨幣到底值不值錢 是要看你總體的國家實力嘛 對不對 那你的國家實力呢 當時十個或後來的十幾個 每一個會員國的國家實力是不一樣的嘛 對不對 你要能夠發行單一貨幣的話 一定先要把這幾個國家的什麼 經濟發展的情況 盡量拉近嘛 不敢說變得完全一模一樣 但是盡量拉近 你接下來才能談發行單一貨幣啊 對不對 好 所以變成什麼 在1978年呢 這個時候探討就是什麼 好 那我們先從技術面來說 就是什麼 每天外匯市場繼續交易 那交易呢 不能什麼 像金融風暴那個時候 每天上衝下襲 無量上衝或者是無量下跌 那1978年呢 那個時候就想到什麼 每天交易 但是上衝下跌 這個幅度呢 先把它鎖在7% 往上衝 衝超過7%鎖住 不准再往上衝 那往下跌呢 也跌7%就鎖住 不准無量下跌 所以在這個上下區間裡面 一直什麼搖擺 然後什麼 陸陸續續 讓大家什麼 的損失 能夠盡量壓低 然後呢 給各個會員國的政府呢 還有企業 陸陸續續開始什麼 調整你自己的體質 企業的體質 還有政府什麼 我們這邊所說的公家機關 你的工作效率 或者是你的人員編制 人員的水準 因為同學注意看 你起這麼大的變化 每一個會員國家內部的公務員的數值 如果跟不上的話 那很多政策你也無法執行啊 對不對 所以它是面臨一個全面性的什麼 一個調整 所以它先從技術面來開始啊 這個外匯每天波動 上下7% 鎖死 然後大家不斷的什麼 在這裡面什麼 調你的產業結構 政府的什麼 工作效能 各方面不斷的什麼 測試 然後給大家時間來什麼 調整自己的體質 所以同學注意看到沒有 1978年就已經開始了 不是到1990年突然發鈔票出來的 沒有的 大概也都花了二三十年在什麼 所謂陸陸續續 把各個會員國的什麼 數值也好 經濟發展的等級也好 已經透過二三十年的時間 什麼 陸陸續續把它什麼 拉近 所以同學注意到 它不是一個簡單的工程 所以注意看 那個時候呢 大家大概已經有這個計畫 所以同學看到沒有 歐元 今天大家手中拿到的 歐元的這個什麼 代表的這個符號 當時其實同學看到沒有 這是它最早的一個設計圖 好 同學注意看 我們說今天英國退出歐盟 對不對 和其他的歐洲國家還留在裡面 那裡面最大的一個分歧點 除了技術面之外 除了技術面 就是說英國這些保守黨什麼 當時在那邊嚇唬英國人的就是什麼 你看 我們英國加進歐盟以後 我們每年繳的稅這麼多 但是我們從歐盟那邊拿回來的補貼呢 才一億多歐元 那我們繳進去的什麼 是比較多的 所以我們不划算 我們應該退出 對不對 那但是同學注意看 當然你拿回去的那一筆 看起來是只有一億多歐元 那但是沒有立即看到的鈔票 那是非常多的 舉例來講 老師之前不是也提到過嗎 同學們 英國的學生 在歐盟裡面 說有的會員國裡面讀書 那個國家免學費 你就免學費啊 拿獎學金 拿歐盟的獎學金 你也照樣拿呀 對不對 所以非常多的優惠 其實用數字來算的話 絕對超過一億多歐元吧 對不對 所以同學注意看 英國當然非常計較這些錢 那但是更計較的呢 其實在這邊 可以看到沒有 我們說1979年 1978年大家想到 要有歐元的這個東西 那1979年呢 歐洲共同體呢 他什麼啊 直選歐洲議會的議員 同學注意看啊 我們亞洲 非洲 甚至美洲的什麼 自由貿易區啊 或者是什麼啊 區域合作組織啊 基本上什麼啊 沒有要成立議會啊 那歐盟這邊成立議會 又成立單一貨幣 成立單一貨幣 老實剛講的技術面 但是他還有更高層次的政治面 還有戰略面的就是什麼啊 英國和法國這 德國和法國 意大利 比利時 荷蘭 盧森堡 這幾個國家啊 以法國和德國帶頭 有意要把歐洲呢 發展成一個單一國家 那其實就是 邱吉爾當時講的 歐洲合眾國呀 只是我英國不參加呀 你們歐洲大陸上 連邱吉爾都說什麼 為了要徹底什麼啊 消民戰爭的話 就是成立單一國家嘛 對不對 那德國法國還有歐洲大陸這些國家呢 有意思要往這邊推動 那特別德國和法國非常積極 在那邊帶頭往前衝 那同學注意看 這個理念不是只有邱吉爾才有的 歐洲歷史上別的不說好了 早期稍微早期一點的 大家所熟知的什麼 希臘的什麼 亞歷山大大帝 對不對 這是稍微遠一點的 那近一點的 法國的拿破崙 德國的希特勒 他們幹嘛打仗打得那麼辛苦啊 也是要建構單一國家呀 對不對 老師以前上課有提到過 歐洲就是什麼 欠缺一個歐洲版的情史皇啊 看到沒有 秦史皇在幾千年以前一統中國嘛 那歐洲人想不想 想啊 同學注意看啊 一統這 因為我們知道 老師以前提到過嘛 歐洲把俄羅斯拿掉 所有的歐洲國家加起來 都沒有今天的大陸大喔 同學注意看 那以做貿易啊各個角度來看 或者是別的都不說啦 以市場的角度來看 是不是市場的規模越大 做生意 盈利的規模也越大嘛 對不對 那這個是有人類以來 所以同學看到沒有 幾千年中國的情史皇想到了 那歐洲的人難道不知道嗎 知道啊 老師之前不是有提到過嗎 只是歐洲沒有一個人 能像情史皇一樣 什麼啊 一統江山啊 那他們也想啊 所以什麼啊 也不斷地打呀 但是沒有一個人能夠打 打出這個局面啊 即便同學看到沒有 拿破崙其實在一定程度上 是打出這個局面 但是打出來沒多久就垮了嗎 他自己都被抓起來了 對不對 他自己不就被關到西西里島了嗎 所以打下來了 他是維持不住啊 那當然有重大的成果就是什麼 他所建構的拿破崙法典 影響了歐洲 在法律面 誰的這個什麼 他的到處的征戰 所以拿破崙呢 也很了不起 他把歐洲基本上打 那當然很不幸 你最後什麼 也是想要征戰蘇聯 當時的第二 也是失敗了 那後來的什麼 希特勒也一樣啊 對不對 他們都大概歐洲這邊 大概基本上都抵定了 但是呢 一跟俄羅斯交手以後 不管是之前的第二 後來的蘇聯 今天的俄羅斯 同學看到沒有 歐洲國家跟蘇聯 第二蘇聯 今天的俄羅斯交手 都始終贏不了嘛 今天也是啊 不是嗎 大家就搞不過普丁嘛 對不對 所以就變成說 他這個一統江山的這個願望呢 到今天都沒有辦法實踐 所以透過武力的方式 十點不了的情況之下 痛定思痛啊 才懂得什麼 用經貿的手段 我打打 就算打出這個局面 維持到一點 後繼無力嘛 對不對 那同學有沒有注意到啊 秦始皇打下來江山以後 沒多久不是也沒了嗎 對不對 那但是後人什麼 前撲後繼的什麼 陸陸續續什麼 都維持住這個局面啦 那歐洲沒有啊 對不對 那但是這個願望 到今天沒有什麼 停止喔 所以今天德國法國 還是想要建構一個 單一的歐洲合同國 但是英國始終是什麼 當然因為他的地理位置造成他 他孤懸海外嘛 所以對於他來講 一個龐大整合的歐洲呢 對他來講就是壓力啊 因為他自己沒有參加在裡面嘛 對不對 他在地理位置上 始終是隔了一個大西洋嘛 對不對 所以他始終什麼啊 對於歐洲大陸上 建構一個單一的國家呢 他是排斥的 所以你們注意看 這一次英國公投保守黨什麼 各位看到沒有 今天這個英國的女首相 他是主張留在歐洲裡面啊 對不對 他都被迫出來主持退出歐洲啊 對不對 那當時當然裡面也有人講說 喔你德國今天的企圖 就是要實踐希特勒的什麼啊 當時的局面 沒有錯啊 的確就是要一統歐洲啊 對不對 所以才要發行貨幣啊 所以什麼 同學看到沒有 在1979年的時候什麼啊 才要成立整個歐洲國家 今天的歐洲議會啊 因為同學注意看 你沒有要變成一個國家的話 你幹嘛什麼啊 開始陸陸續續建構一些 政府才應該有的組織結構啊 同學注意看的確喔 德國法國還有歐洲大陸這些國家什麼啊 因為他們痛定失痛嘛 其實英國的丘吉爾當然也是也點出來了嘛 歐洲大陸上要永遠的避免戰爭的話呢 你只有成立單一國家嘛 你只有成立單一國家嘛 對不對 大家才免於爭戰啊 看到沒有喔 那問題什麼 成立這個國家以後 內部的權力同學切記 有人的地方 永遠牽扯到各種爭議啊 永遠牽扯到權力和利益是怎麼樣的分配 大家滿不滿意的一個問題 那同樣的 那你歐洲在歐洲大陸上 你要成立一個單一國家的話 那就變成說 現在歐洲裡面這些國家 通通降成省份囉 歐洲各個合眾國 那你變成德國是省 法國也是省 對不對 首都在什麼啊 布魯塞爾啊 對不對 那大家願不願意啊 那英國現在就很明確嘛 大部分 不敢說大部分喔 有相當一部分的人是不願意的嘛 所以同學看到沒有 當然當時的公投什麼 有一部分的人是賭爛票嘛 對不對 那今天現在很多歐洲 特別是英國很多的 英國的年輕人 他什麼啊 他堅決反對退出歐洲啊 學生也知道 我在歐盟裡面 我免交學費 我又可以拿到獎學金 我又可以到處去打工 對不對 而且我的健保走到哪 付到哪 對不對 那各種好處啊 對不對 所以同學看到沒有 現在英國很多的 不僅年輕人 想辦法申請歐盟 其他會員國的國籍 想要自己留在裡面 因為你這搞了一個這個公投 結果什麼啊 是這樣子的話 那變成什麼啊 政府也必須推動 那現在什麼啊 英國現在什麼啊 有很多人是不是又要求什麼啊 重辦公投嘛 對不對 後悔啦 想說當時投票 想說隨便隨便亂投啊 就沒想到這個後 後來的這個殺傷力這麼大 對不對 同學看到沒有 英鎊是不是 就像溜滑梯一樣的往下跌啊 對不對 英鎊以前是什麼啊 全世界價值最高的一個貨幣嘛 對不對 從以前什麼啊 六十多台幣對一英鎊跌到今天什麼啊 還是在跌啊 那今天還在跌啊 看到沒有 加速往下崩跌 那當然大家如果要去英國旅遊 那當然就便宜了嘛 對不對 所以同學看到沒有 就等於說你 同學注意看 你英鎊加速往下崩跌 意味著所有的英國人的財產什麼啊 出水啊 對不對 就等於說一個公投辦完了以後 所有英國人的財富往下跌 變窮啊 你還沒動喔 什麼事都還沒做 你的什麼 你在銀行的存款就開始什麼啊 往下 英鎊跌多少 你的存款什麼啊 你貶值多少 看到沒有 所有的英國人都開始變窮啊 對不對 好 這關鍵點就是什麼 你英國不願意留在歐盟裡面 當然歐盟的確是要往一個單一國家方向來發展 因為同學注意看嘛 我們地圖一打開 看到歐洲太多國家都太小了嘛 對不對 對不對 你在全球化的競爭之下 你的競爭力不夠啊 對不對 那當然 同學可能會講啊 那不是歐洲有很多小國 舉例來講 盧森堡 盧森堡的確很小啊 但是同學注意看 盧森堡的國民所得比我們高很多 對不對 他們帶有八萬多 我們台灣紅柴 一萬多還兩萬左右 對不對 他們是八萬多 看到沒有 還在往上升 對不對 那但是如果他不在歐盟裡面 他是金融服務業很強 但是重工業沒有多少 如果退出來變成單一國家 同學注意看 任何一個國家沒有辦法什麼 靠單一產業什麼 就能夠發展得很好的啊 對不對 所以他在歐盟裡面什麼 他其他的產業由其他國家來發展 成果也有他一份啊 對不對 所以同學注意到這個情況啊 所以英國和歐洲大陸其他國家來講呢 最大的不同點就是什麼 就是邱吉爾當年講的 你們通通成立歐洲合眾國 但是我英國不參加 同學注意看啊 邱吉爾當時講這個話呢 英國的確有這個實力 就是第一 當時英國畢竟是戰勝國嘛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英國是戰勝國 而且的確海外這麼龐大的大英國協的什麼 成員的資源各方面的確還是什麼 和英國什麼主要是在交流的 所以同學看到沒有 大英國協的成員國 住在歐洲的不管是辦事處也好 政府的辦事處 企業的歐洲總部大概都放在倫敦 所以這一下對英國脫歐之後呢 對他們衝擊也是很大的 所以變成說他們什麼 他們也被迫要和歐盟什麼 重新談判啊 當然你之前沒有談 你之前沒有談是因為什麼 你是大英國協成員 你竟由英國進入什麼 歐盟啊 所以你也不用跟歐盟談什麼嘛 對不對 那現在英國出來了 你們這些大英國協的成員國 你們跟歐盟完全沒有任何的 什麼自由貿易協定 什麼都沒有啊 對不對 所以現在變成說要一個一個來啦 一個一個談判啦 對不對 那你答應一個國家一個國家來談判 你能不能談出什麼好條件 現在這個時機對你也未必是有利的啊 對不對 所以甚至同學注意看 因為我們知道英國之前 在非洲不是有很多殖民地嗎 他也雖然獨立了 也是大英國協的成員 他們也很緊張啊 對不對 所以我非洲跟你歐洲的窗口不見了 看到沒有 所以這衝擊是非常大的 那核心的概念就是什麼 英國始終不願意什麼 和歐洲這些國家 共同的發展什麼 往一個國家方向走 那但是歐盟呢 在1979年就已經很清楚 我陸陸續續在發展一個政府的準制結構 所以1979年成立歐洲議會 也就是說我們這麼大的一個 一個地區的一個組織呢 我們要了解民意 對不對 民意對於我們有什麼樣的期待 因為同學注意看 如果只是做生意的話 沒有什麼民意不民意的問題嗎 就是跟商人打交道 你賺錢你當然就跟我 願意跟我打交道 你賺錢你就不用跟我打交道啦 對不對 所以它的確是要往一個國家方向走的 那當時是九個會員國 同學看到沒有 一開始我就直接什麼 直接選舉 我不是什麼選什麼代表 來間接選舉的 那當然這個議會的選舉呢 它當然也是一個實驗 因為我們知道我們在台灣 我們也選舉了好多次嘛 對不對 那但是我們都是選內部的啊 我們沒有選外國 外國的人當什麼議會的什麼 沒有這個經驗嘛 對不對 那歐洲議會呢 在1979年開始第一次選舉呢 同學注意看就是什麼 你不僅選你國家的人啊 因為同學注意看 老百姓可以直接選舉 那之前政黨需不需要先結盟呢 你這個結局來講 德國的綠黨 你喜歡環保嘛 你重視環保嘛 對不對 那歐洲議會裡面呢 你要能夠闖進去呢 你也要什麼 是你德國的綠黨 跟法國的綠黨 意大利啊 什麼相關會員國家的綠黨 你們是不是要結盟啊 對不對 然後在歐洲議會裡面 有一個所謂的綠黨的黨團嘛 對不對 所以就等於說在歐洲議會裡面 每一個黨團都是什麼 會員國家裡面什麼 黨綱或者說主張 比較類似的大家結盟啊 對不對啊 所以歐洲議會每一次 現在是每四年選 每五年選一次 同學注意看 他的黨團都會改變了 就是因為有些什麼 選不上了 那對不起就被排擠了嘛 選得上選不上 同學注意看啊 因為我們知道 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 戰勝國對於德國 要求割地賠款嘛 對不對 那同學注意看啊 一次世界大戰以前 全世界都一樣 戰敗國你就是要割地賠款 對不對啊 那但是呢 沒有料到啊 這個割地賠款 對於德國來講 的確也是毀滅性的 因為要的錢非常多 割的地呢 也不小 所以使得什麼 希特勒後來什麼 可以利用這種什麼 民族主義什麼 翻盤 不僅翻盤 上來掌控德國的什麼 國家機器之外 還什麼 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 那同學看到沒有 第一次世界大戰 和第二次世界大戰 時間其實是非常近的 沒有超過一百年吧 沒有嘛 對不對 為什麼人類歷史上 這麼大規模的戰爭 可以在這麼短的時間之內 又來一次呢 對不對 所以大家也痛定思痛 所以同學看到沒有呢 所以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 痛定思痛的層面很多 純就選舉來講 德國也記取希特勒這個教訓 因為同學注意看 德國就 希特勒得以翻轉 因素別的不講 純就選舉的因素來看 就是什麼 它就是利用小黨 它從小黨開始什麼 因為我們知道什麼 我們說很多國家像美國 兩大黨 對不對 民主黨和共和黨輪流上下台嘛 對不對 那我們台灣現在陸陸續續什麼 也是什麼 大概兩大主流政黨嘛 然後搭配幾個小黨 同學注意看啊 我們會覺得多元很好 對不對 但是多元呢 同學注意看 小黨如果過多的話呢 小黨可以牽制大黨 讓你的什麼 政壇始終是不穩定的 那希特勒呢 就是利用當時德國小黨 在議會聯邦議會裡面 小黨一大堆的情況之下 他陸陸續續什麼 扳倒了什麼 最大的政黨 取得執政權 所以後來 德國 記取這個痛苦的教訓 才有了所謂 所有 當然大家要主黨 經過審核過了以後 都是合法政黨 對不對 但是你要能夠佔有席位 同學注意看 德國想出來一個辦法 就是什麼 你的得票率 一定要超過5% 你才可以分席位 還有分什麼 政黨補助金 一定要超過5% 就是什麼 防範什麼 類似像希特勒這種情況 再度發生了 因為你這個國家 小黨伶俐的話 因為溝通協調意見 可以搞個十幾年 都協調不出來 看到沒有 小黨一大堆 拖著德國什麼 動彈不得之外 還什麼 讓這個強人什麼 再度出現 所以同學有沒有注意到 德國痛病思痛的情況之下呢 做出這種決定 那後來什麼 歐洲議會選舉的時候呢 也記取這個教訓 但是歐洲議會選舉 因為規模太大嘛 所以它這樣 這樣一個比例 所以歐洲議會 今天不管哪一個黨團 你的得票率 沒有超過全部的3% 你分不到席位 所以同學注意看 甚至我們台灣也學德國了 所以現在陸陸續續 很多國家都學德國什麼 就是說你要參選可以 但是它從得票率什麼 來限制你可不可以取得席位 然後給不給你政黨補助金 這是大家都學德國 因為大家理解到小黨太多 在運作意見形成過程中 會拖很久啊 對不對 所以同學看到沒有 那今天即便有這個5% 德國是5% 歐洲議會是3% 這種限制呢 面對全球化的衝擊 同學看到沒有 德國的梅克爾 他什麼 他理解到面對全球化的衝擊 德國要持續保持強大呢 民意的去 民意呢要比較集中 來支持政府什麼 往哪個方向推動 所以同學看到沒有 梅克爾這一屆的政府 通常什麼 我這一個大黨 即便得票沒有過半 但是我找一個小黨 得票只要超過5% 我們兩個加起來以後 就超過50% 我就主持政府了嘛 對不對 那但是呢 這種情況呢 同學注意看到沒有 你這個大黨呢 和什麼 和你結盟這個小黨啊 他隨時可以威脅你喔 他說要解散你就垮了嘛 因為你就沒有過半了 看到沒有 你舉例來講 你得票率45% 你找一個小黨 你剛好5% 或者你46% 找一個小黨51% 你就過半 你就組織政府了嘛 那這個小黨 隨時可以威脅你 對不對 德國歷史上也發生過啊 這個小黨的黨的經費不夠啦 然後跟大黨勒索啊 那大黨不給 他就說我什麼 我跟你拆夥 害的什麼 重新選舉 政府謊了嘛 看到沒有 所以這個殺傷力始終存在 所以同學注意看 制度的設計 牽扯到的人的時候呢 永遠是涉及到利益和權力的分配 有沒有辦法讓大部分的人 聽清楚喔 老師只敢說 有沒有辦法讓大部分的人滿意 不是全部的 做不到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呢 同學注意看了沒有 德國梅克爾這一陣政府呢 他為了徹底擺脫小黨對他的制約 因為他理解到什麼 在全球化的競爭之下 我們德國的什麼 政策制定如果一天到晚什麼 在溝通協調的話呢 你的時機就錯過了 所以同學注意看喔 德國這個梅克爾所領導的政府是什麼 他是第一大黨 他是第一大黨 他沒有像傳統的什麼 去找一個小黨 過50%就組織政府 他找第二大黨 看到沒有 他的民意40%多 或者是接近50 那第二大黨呢 差他沒多少 所以第二大黨加第二 第一大黨加第二大黨 組織的政府是什麼 掌控將近80%以上的民意啊 對不對 所以等同你這些 你什麼 國家的意志是什麼 高度什麼 集中的啊 對不對 所以德國才在什麼 最近這幾波什麼 不管是金融危機也好 他可以什麼 從容的來處理 不用擔心什麼 即便民意不滿意 但是沒有辦法倒核 沒有辦法搞垮政府 雖然民意不滿意啊 對不對 你這個什麼 銀行到底要不要補貼 銀行快垮了 到底要不要補貼 那老百姓當然 不是每個老百姓都有 那麼那麼好的國際觀 對不對 不了解問題 那麼深入 對不對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呢 他可以在他這個任期之內 不用擔心什麼啊 動不動就被倒閣啊 對不對 因為他掌控了 將近80%以上的民意嘛 對不對 所以同學注意看 這個選舉制度的設計呢 可以決定你這個國家的一個 發展方向啊 或者是一個發展的程度嘛 對不對啊 好 講到這裡有什麼不清楚呢 會有意見 好 那就先休息一下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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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